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刘卫华大师寿场关乎瓷器的第35集 也就是35讲 今天给各位介绍一件好大的家伙 我搬起来都挺累的 可是为了平衡我们大师收藏 所以我们常常讲的青花池 讲的是永轩的比较多 永轩的关瑶青花池 清代的多半是以彩池为主 但我今天讲的这个是融合的明清之间的 清早期康熙的这么一件 你说它是礼器也好 你说它是个橙色器也好 你说它这个御用重器 礼器也好 但不可厚非的 它是一件综合了各种工艺 把康熙时期的特点都能够彰显出来 里面有包含的青花 有包含的什么 低温的 右上的 低温彩的什么 墨彩 而且墨彩还描金 苗金奎龙文 又带着什么 痴龙耳 所谓痴耳 带盖的这么一个 这件尊 我们称为尊 这模仿青铜器的造型 所以它应该是一件礼器 青铜器造型称为尊 或者这种造型也称为弧 在青铜器时代 在所谓的商周时期 甚至于到了春秋战国 都还有这种气型 那时候被称作弧 早期的弧 青铜器时代的弧 是没有留的 留是到了后期之后才有的 当唐宋之后 唐代的金银器 很发达 金银器来自于什么 西亚地区的金银器 那个时候比较 在早之前 甚至于我们在两晋时期 西晋时期的什么 我们留心的鸡手符 有留 但早期的鸡手符是不通 是做好看的 有留有饼 饼可以吃 那个留留不出来的 那个鸡嘴巴早期 到后来才通的 到了东京 甚至于到了唐末五代的时候 它才通的 早期西晋时期的鸡手符 是做样子是不通的 所以大家知道 早期的鸡就长得这样 或者称它为尊 是生活上的食用器是摆酒的 放酒的 放液体 同时 它也是一件礼器 很重要的礼器 所以我们这件 非常具有那种古典韵味 也具有青铜器时代的那种风格 连它上面的那个浮雕的龙纹 浮雕的龙纹 跟那个奎龙之间的这种表现 都是青铜器时代 一直过来的 然后 然后它那浮雕上面还描金 这算是一件 当时是一件什么 低调而奢华的一件物品 或许有人不懂 说没看过 没有这样的气形 是你脑袋瓜里没有 是你的眼界里太窄了而没有 而事实上存在 不但有 而且它是一件重器 我讲的重器 不但是拿起来很重啊 因为 康熙的胎做得很好 非常的细 细密 很重 很重 而且紧皮靓柚的 它紧皮靓柚 它上面的青花 才得以做一个充分的发挥 我以前不是讲过吗 永轩青花 尤其是宣德时期的青花跟白柚 blue and white 青花长在白柚上 青跟白之地的对比是很重要 英文叫blue and white 这是构成了我们鉴定 宣德青花很重要的 第一眼的这种看法 同样的 康熙时期 康熙青花有名的 莫分无产 在我们这个大观赛 完全体现出来 那个莫分无产 莫分无产 也是跟 宣德时期的味道 就是你要白柚 要够那种 紧皮靓柚的那种 白柚的感觉 要够白 够那个紧皮靓柚的感觉 才能够跟什么 康熙青花 莫分无产的康熙 才有的 看得出这种层次感 看得出这种阴阳面 看得出来 一个画片的一种层次 所以这必须要联系在一起看 不单看青花 不单看某一点 它有农比重 重彩的地方 它也有什么 青花大苗的地方 差别在这里 我再跟各位 把这件七五的名称 做个定位 青 康熙 黑地或者是莫地 黑地或者黑 莫地或者黑地 或者黑幼 或者是莫幼都可以 莫地 苗金龙 它是苗的龙的图 青康熙 木地苗金龙 开光 青花山水 诗尔 大尊 摆在这个角度 因为我的广角 我是固定架载 没办法 像我们这就是一人工厂 校长兼壮中 我没办法远近 要是远近各种角度看 就是看那个十面林壁 那种绘画 卖的最贵的那幅画 十面林壁 那效果会更能够彰显的 先我先不开灯 先给各位这样 简单的转一圈 各位看一看 你就可能知道 它的那种气势 气势昂扬 或许你这么近 太近的看 会有点奇怪 但是 我不摆这么近的话 你看不到它的青花山水 的变化 那莫凤无产的青花山水 的这种变化 你看这边画的是什么 侧颈 在耳朵下面是侧颈 侧颈画的是什么呢 花树 那个花树 然后延伸到什么 旁边的什么 围梨 旁边的围梨 跟那种什么 一种平台上的一些什么 花草 做点缀 它有个主体的花卉 那这一面呢 我刚才那个侧颈 这个就是什么 主题文是 主要的景观是 前后两边 都画的是山水 而且渔帆点点 各位看到 渔桥耕 谁清代康庸前的帝王 最喜欢的是渔桥耕 这个渔桥耕又符合文人风 又符合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的那种 对人民之间安居乐业的那种闲适感 那种甜淡感 让大家能够 不但风衣足 而且能够知足常乐 所以这渔桥耕就体现在这上面 你看渔帆点点 每个渔帆上都有人物 不管是在垂钓或者在捕鱼 岸边也有人在垂钓 这个水墨画得太好 画得太好 它是什么 兼弓带血 它不是完全的那个公笔 完全的公笔就失去了这种运味 失去了古运 它是什么 兼弓带血 带有一点点 公笔之间又带有一些血液 这些风范 远处的山水 远山 近水 层层软软 层层软软 还有一些什么 建筑 一些什么 那个 所谓的这种 磁楼别殿 我们讲的大山 磁楼别殿 有那种电影式的这种建筑 不管是什么 在山间的 庙里 或者大的这个山石 或者这个树林 那种给人家的感觉 而且 水岸边的这种平台 就充满了那种什么 那种文人画的那种韵味 充满文人画的那种韵味 那头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画的是鱼帆点点 那头在最远处 最高端的地方 还有什么 庙里式的这种建筑 就清幽之中 寻幽仿圣 我们不是有首诗吗 就是 就是听到了什么 远处 庙里面传来的钟声 夜半钟声 什么 道客传 来了 这首诗我们从小都被 夜半钟声到客传 就是这种味道 太好 这旁边的侧景 这一头是画的一个什么老树 画了一个松柏类的这种老树 老树 那这边的这个侧景呢 画的是什么 树 又带着什么 开的花 它没有颜色 它完全用青花做呈现 青花的浓重之间的变化 这叫做什么 对 康齐精花 莫芬无散 展现在这上面 在这件大尊上面 展露无遗 所以我要把镜头 哪怕扭曲都没有关系 我要摆镜给各位看 你要是说再要看细部的图 我有摆在我的脸书上 刘卫华或者是威廉刘 或者是大师保证 你都可以找到 我的这个脸书 这个脸书上 你可以慢慢地欣赏 各种细节的照片 我能够展现的 我都把它能够 能够分享的 我都进来分享给大家 好不好 这个是 这件器物 我现在还要谈一点 很重要的 就是有关 康熙在位61年 我们 康熙的青花 我们这件事 以青花 作为我们那个 窗截 就重要的一个 灵魂之窗 我们先谈青花 青花就分为早中晚期 前20年 就前19年 就前20年了 概略这样 中20年跟末20年 他是清朝在位 最久的皇帝 乾隆皇帝 因为尊敬这个祖父 所以到了60年 不敢到61年 他就训味了 他做了三年的太阳宝 他才死掉 所以61年 还是最长的 早中晚期 早期的青花 比较什么 灰蒙一点 也是很漂亮 他带着灰蒙感 他早期用的是浙料 浙料看起来就很清朗 但略微带点灰 最精华的 最漂亮的色彩是什么呢 对 就中奇 中奇 是康熙的青花 精华 他用的是云南的朱明亮 就是我们这个云南的朱明亮 云南的朱明亮 再加上他的化工 末分五彩 他的末分五彩 跟永轩的那种青花淡苗 是不一样 永轩的青花淡苗 那叫小笔图模 那又叫那种拓笔法 开拓市场 开拓的拓 这个提手边 拓笔 那这个是这样的分末法 末分五彩 他直接在颜色盘 他就调了浓重青淡 他要什么 头浓 正浓 二浓 以青花的 头浓正浓二浓 就跟我们喝酒 一锅头 二锅头 三锅头 这样的 就是越喝 越的 头 越头的越浓重 跟喝二锅头一样 北京二锅头 那个绿瓶子装的 又便宜又好喝 又够呛辣 上海的二锅头 我那时候在 在伦敦的时候 常常有人送 上海的二锅头 就比较贵的 比较精细 但太精细的 就缺乏一点 那个呛辣感 北京二锅头 虽然是 工人阶级喝的 可它却是一个 很融入生活的 就是我们喜欢喝酒 即便二锅头 我们都可以分出 它的这种 不一样的调性 同样的青花 你也会看 对不对 永学的青花是 我们用著名料 教会的康熙的青花 因为康熙中期 最强盛的时期 而有青花量 而它那时候 画的方式上 也提升了 直接就把分色盘 给分色好 然后在上面 斩笔再这样画 用不同的笔 不同的 不同的木 浓墨 就是正农 头农正农 二农 还有什么 还再加上蛋 蛋再分量的 农分三种 代表墨分五彩 所以它的山水也好 人物也好 它远近那种层次感 又对照 刚才讲的 康熙的 白诺的那个胎 哇 那个对照也太棒 就像我们这个 所以我为什么 经常要拉这么近 就是给各位欣赏 这样的一种节目 虞乔登渡 尤其是康熙皇帝 最喜欢的 所以那时候雍正 应生 四爷跟 四王跟八王 之间在争敌 争夺王位 两个人都最优秀的人 八王就展现 他精明睿智的一面 干练的一面 四王呢 这个就是雍四爷 他更厉害 他展现了自己 清高 不染俗事 不碰政治 不去争夺 等那种淡雅 在圆明园里 种种花 石石草 在牡丹亭里面 副师 在牡丹亭里面 约了跟他父亲 父王 康熙见面 然后把他儿子 弘历 就是 后来的乾隆皇帝 一起带在一起 打到最大下午 他的渝乔庚庚图的形象 打动了康熙皇帝 最后皇位传给他 不但皇位传给他 而且也事先讲好了 他的这个儿子 也就是他的皇胜孙 乾隆皇帝 这两代的君王 就在牡丹台上 在欣赏的花 朝之间 在 在这个 之间就谈定了国家大事 甚至于王位的继承 你想都想不到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渝乔庚庚图 这渝乔庚庚图就当初 雍正创造的形象 跟他父亲的这个意趣相投合 这就代表康熙 他内心的一种世界 他的一种内心是世界 那种山水 那种渝乔庚图 是他所向往 因为他八岁就继承王位 继承皇位 一路被那个敖拜打压 到了八年之后 康熙八年之后 用一个忌 他这么年轻才十六岁的皇姐 强势的敖拜 招进宫里面来 招进宫里面 给他坐一家什么 缺脚的椅子 那个椅脚活动的椅子 让他坐不稳 然后又上来 给他一杯什么 烫得不得了 烫走了茶 烫走了山芋 接着那茶就掉地上 茶杯掉地上 他俯身去捡那茶杯的时候 旁边的士卫就制服了他 敖拜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个政权是怎么来的 政权不是完全靠赏赐 也是要靠自己的本领去争夺而来 江山是打下来的 江山是打下来的 即便他不是像努尔哈士 开国君王 也不是像他的那个祖父 王太极 入官 亲密入官 但是他从小年纪即位 八岁的时候即位 他能够把政权 由这些 这个正国大将军手上 把政权再夺过来 就展现出他的这种军事的长才 所以后来台湾就是被他收复了 所以康熙他是个军事的奇才 也是什么 政治奇才 说不定跟我们韩国瑜 政治也是政治的奇才 他也是数学的天才 天文学的天才 所以我们的那个很多 法郎彩瓷器也好 干什么 都在他手上发明的 他很具有这种研究的这种精神 而且精于歧视 克尔布 他这个清征 西北地区 也是御驾清征 跟永乐大帝也是一样的 很了不起的这样的一号人物 又平定三番 收复台湾 又把沙皇 就恶地沙皇时代 侵扰我们边疆那种 把他去 盖回什么 他的老恶的地区 你不要他犯我大中华 他是 他是很 还有 他和了什么 蒙古人 蒙 藏 除了蒙 这个 满蒙之间 他建立了和谐协调的关系 他固定的 跟他们之间 做有一些盟事 一些盟会 就是 我讲 毕竹山叫外八庙 就看了出来 他的外八庙 什么叫外八庙呢 他就是把 汉满盟会藏苗 就是蒙古人的信仰 西藏人的信仰 他都兼容并蓄的 所以的外八庙 是称之为外八庙 我们从我们这上面的文字 都可以看出来 这就是他们一种什么 一种蒙绘的一种现象 你看 都像一些旌旗的表现 当然 我们从形象上看 他代表两种 上下两个 一个 这个都是什么 连半纹 用苗金的连半纹 浮雕 苗金连半纹 那连半纹之间 他又带着那种旌旗的 这种感觉 这种就含沙隐 这在他那个时代 辅佐他最 他心目中 最爱戴的是谁 他的祖母 这些慈器就跟他的祖母有关 我们讲到柔性的 柔调一点的 他祖母 那个孝庄文 孝庄文 太皇太后 他在他心目中被称为太皇太后 一直到了 康熙二十六年 七十五岁的时候 这个 孝庄文 太皇太后 才过世 过世 康熙二十六年 他过世了三十七年 之后 才在了雍正手上 雍正三年的时候 他才 入土为安 他才 之前在三十七年都站错 就跟我们慈虎讲共 跟金国先生的墓园 说站错 将来要反攻大陆 将来要光复大陆 将来要葬在自己家乡 就这样的一个思想 可是他站错呢 站错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家 历史上纷纷都在讨论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康熙啊 人家说 有练母亲节 练祖母亲节 我看康熙皇帝 多少有练祖母的亲节 他身边两个 对他印象最大的女人 不管生活上 政治上 还有他的帝王大业上 两个最重要的女人 一个就是他祖母 这个是孝庄文 在历史上 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然辅佐了他 还辅佐了他父亲顺世皇帝 辅林 一个女人辅佐了两个军王 辅佐三个 我忘了讲 他是皇太极 他是亲太宗 皇太极的妃子 什么妃呢 庄妃 所以他叫孝庄文太后 孝庄文 就是庄妃 庄重的庄 他是 跟着皇太极 他就辅佐了三个军王 皇太极 驾崩的时候 那时候一片乱 那国力虽然是强盛 可是处在一片乱的状态之下 那辅林就七岁 这两个小皇帝都厉害 一个七岁即位 顺世皇帝辅林 他的儿子 康熙皇帝 八岁即位 七八岁 他怎么去 能够压住正脚 就靠这个皇太后 就这个孝庄王 一手正脚 而且他那时候 向权力 拉拢权力的多尔滚 多尔滚 是那个 那个皇太极的 第十四地 拥有兵权 皇太极的 其他的儿子 也也是拥有兵权 大家在意种什么 就像我们现在富裕的家庭 富二代之间 在那个遗产的争夺 最后被他承造了 那弗林 而且个性很软弱 他才七岁 他怎么生得到了 就是靠他这个母亲 也就是康熙皇帝 玄业 康熙的名叫玄业 火这边的 我都滑 那就是念业 就是闪闪发光的意思 很光亮的意思 一个七岁 一个八岁就有都看他 就三任的皇帝 都他来复国 而且他又不恋战权力 这个完全站在 一个辅佐的角度 这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 在封建王朝里面 这是举世东任 几乎是举世东任 只要了解这段历史 所以他站错 浮官三十七年 很大一部分 这个玄业 就是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虽然是 号称千古亿 这么强那么 但他对他的祖母 就是有一种情怀 而且他祖母也立了遗嘱 读回圣经 所以圣经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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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 沈阳的 旧公旧旨 是 黄太极 跟努尔哈赤 他们 发迹的所在 他说 我宁愿 葬在东陵 时候葬在东陵 我要陪伴 康熙 他跟康熙 陪伴你的父亲 就陪伴顺志 同时也舍不得你 我宁愿 跟着我的儿子 跟着我的孙子 我也不要回答圣经 就是沈阳 他留的遗嘱 就 而且 他们之间的 这个祖孙的关系啊 真的是 为什么清空的戏 常常演这方面的 在这个 真正来说 他们由甚于 清空演的戏 清空演的戏 都把它 扯得零零散散 那真正 他的爱就贯注在 他的祖母身上 他的祖母的爱 也贯注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福官37年呢 想象都想象不到了 而且 康熙的树山才 尤其末地的树山才 为什么这么有名 美国博物馆 也收了很多 有大家伙 末地的树山才 包括我们这件 也是末地的 我们这件是末地 苗津青花的 上面又有龙文 他更代表他什么 悬业 更代表康熙朝自己本人 是皇帝 御用之气 他这件 就照我们 从清花上面 来做推断的话 我跟各位讲 清花或者是末地 在黑幼上 早 中晚期 我敢大胆的 做论断 他就 康熙中期 26年 他的祖母过世 祖母过世 他就开始 入列 然后扶措 那个时候就开始 什么 康熙 除了武産有名 康熙的树山才 末地树山才 非常有名 就纪念他这个祖母 就是有的是束缚啊 或者有的 就服孝 古人服孝是三年呢 可是 他用转换的这种 服孝的形式 服孝了三十 三十年以上 因为到了雍者三年 他才真正 还坐在那里东年 所以 我们以青花来分 早二十年的青花 用的是这料 必要什么 明亮 但是中间带有点 灰蒙的感觉 中二十年就是用纸 像我们眼前的这一件 用的是 云南的著名料 就是有保时蓝的那种 而且那个墨粪无产 画纸 什么 山水人物 定级棒 后二十年呢 他又会不到那种 比较束带 而且有时候会有僵胎 僵胎呢 就是很 很康 拿起来比较轻 没有认真 这么扎实 我们以青花分 早中晚期 这个就是中期 就在他 祖母过世的 那些年代 而且末帝 末帝也就是 他代表 他对他祖母的一种孝顺 跟着一种 他称他祖母 除了是皇太后 他说 孝庄文太皇太后 你可以看 在名称上看 而且 清朝的人 留辫子 那是最尊的 就除了皇帝 驾崩 否则不能够 割辫 他的祖母也交代他 我死了之后 你不要 辫子代表 满人的一种精神 他照样把辫子 给割掉 而且以前是穿的白绝 那束服是白绝 他把白绝改成布衣 这都是想象的 他对他祖母的一种孝顺 这一种尊敬 事实上他祖母 是不是满人 他祖母不是 他祖母是蒙古人 他祖母是蒙古人 当时在 黄太奇时代 因为 他要 清兵要入关 又遇到 袁崇范这种 这种战将 所以他已经 很辛苦 那时候 他要联合的 蒙古事件 他怕蒙古人扯他后腿 所以蒙古跟 满蒙之巅 有种联姻的关系 所以 那时候孝章王皇后 甚至于是他 跟他的姑妈 都在那种情况之下 来下架给 黄太奇 所以 他的这种雄才大略 不单展现在 一个民族上面 他有那种什么 那所谓的 塞外之地 的这种 满跟蒙之间的 这种强烈 但历史上 有一个比较 隐晦的事情 就是 他到底有没有 嫁给黄太奇的弟弟 他说小叔子 多尔滚 还是他只是 利用多尔滚的 实力 来拱护他的 顺世皇帝 才七岁顺世皇帝 能够 站稳这个大位 这中间有各种 不同的说法 但怎么样来说 都不影响到 这个孝章王 在历史上的 定位 那这一件的瓷器 苗金龙文的 这么一件瓷器 就在那个时代里面 就有一定的 这种代表性 一定的代表性 跟孝章王 皇后能够产生 联系 那他的青花 又表现得 自为的精彩 他的 他的那个 制作工艺 非常非常复杂 各位看 他的上面 整个这个 所谓的苗金 而且他是浮雕的 在这之前呢 有高温的 1300度的 他层气 烧青花 就像我们 永轩青花一样 正常的青花 1300度 然后上面 造了玻璃 烧成之后 他再入窑 烧成之后 他站在上面 做画 还包括浮雕 路遥烧灶 烧灶的末产 就烧灶的 这个黑地 就是黑柚 烧灶的黑柚 800多度 烧灶成了之后呢 再用700多度的温度 重新在上面 苗金采 苗完了金采 700多度 路遥 他最起码有 三四次的 这种路遥的 这种腹烧 他才能展现出 这样的一种效果出来 不管是他的 他的概念 概念 他是一个狮子 狮子的概念 是龙 我们中国人 五龙五狮 不分开的 龙跟狮 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 占有绝对的地位 是一种神兽 以龙做耳 以龙做生 以狮做灵 代表的是一种 一种强韧的一种精神 代表是一种强悍的一种精神 代表是一种什么 一种传承的一种精神 而且代表那种 帝王世家的这种光滑 但他用茉莉 用黑 黑彩 用黑地 黑柚 来表示对他祖母的这种 这种思念 这种 割不开的这种情感 他用开光 来表现出来 他大清王朝的 这种江山 这种明亮 用了什么 朱明亮 而且莫分五彩 带有渝桥耕炉的韵味 在集结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重 就是要是 要是 他的孙子 乾隆皇帝 那一件被称为慈母 慈母 我们这一件 开玩笑 开玩笑 就是什么 慈中的祖母 他那是慈母 我们的慈中的祖母 代表的是 孝壮 好 给大家照一照 因为盖子太高 你看不到上面的鈴 轻轻地转一转 给各位看一看 看看它的这种青花的发色 看看青花的发色 看看青花的发色 你看它的这个 这种山水鱼小耕毒的 这种井木 点点鱼凡 小的人物他都能够用的 用青 就是一点而救 这旁边还有蝴蝶 各位看到没有 旁边还有蝴蝶 这个在远山 远山的夜半钟声道客船 木骨城中 上面还有什么鸟啊 还有什么后鸟在飞 这个景色 那这个描绘的世界 松伯长青 松伯长青 这个点点鱼凡 所以 好了 我也给这个盖子 给各位往下看一看 各位看看 它的金用的是纯金 可不是像现在的化学金 懂不懂 懂不懂 我们去什么 欣赏就好 你要是能够懂的人 能够听得更深入 能够了解他怎么样 去做一种鉴定 鉴定 而且鉴赏 那懂得鉴 更要能够懂得赏 这上面都是龙文 各位看 都是龙文 拿一个施钮 那施钮 那施钮的那种感觉 永文的感觉 包括这两个二 都是代表皇家的这种精神 而且代表清初的这种 大清的盛世 那种勇猛 那种威武 那种壮重 今年孝庄文皇后 这么一点 大的 尊 尊 给各位 好 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各位